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诗 金庸小说中对于唐诗的引用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有很多灵精的例子 但是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还要算是连城爵中的唐诗剑法 书中师父为了防止自己的弟子知道 隐藏在一套唐诗剑法中的大秘密 而故意把唐诗剑法说成是唐诗剑法 这套剑法的每一招都是一句唐诗 所以说读者读金庸的小说不仅仅是读 故事情节更是跟随金庸学习古代文化的一个过程 这种过程是潜移默化的 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自己对于唐诗的理解与领悟 唐诗剑法仅仅是金庸对于表现唐诗的一种手段而起 除了这种直接把唐诗变成武功中的招式之外 还有就是为了配合故事的情景和场景 氛围而引用唐诗并给出相应的解释 如在《飞湖外传》的第十四回《子罗山洞红竹一》 有这样一段文字 书中写到胡斐、成灵素、袁子一三人一起走进一间书房 书房陈设惊讶 东壁两变书架放满了图书 西边一排长窗 西沙窗间绿珠眼影 隐隐送来桂花香气 南边墙上挂着一幅董奇昌的侍女图 一幅对联是《住之山》的行书 写着白乐天的两句诗 红蜡烛一毫夜起 《子罗山洞》这只蓝 不过《飞湖外传》的读者都知道 独守灵王的爱徒成灵素 研制成了一种毒药七星海棠 而且成灵素 多次利用蜡烛来尸毒 让别人在不知不觉间中招 书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袁子一 经常穿着紫色的衣服 这一次也不例外 成灵素和袁子一两个女人 一个是最爱胡斐的女人 一个是胡斐最爱的女人 所以当三人一起走进这间书房 看到白居易的这句诗时 不能不让人感慨 书中写到胡斐因为没留心书画 所以没看到这两句诗 就算他看到了 由于他当时读书不多 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直到数年之后 有人教了他白居易的这两句诗 他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而成灵素却在心中默默念了两遍 瞧了一眼桌上红烛 又望了一眼袁子一身上的紫罗衫 暗想 对连上这两句话 倒似为此情此景而设 我混在这中间 却又算什么 我们不仅佩服金庸 对于人物类心描写了细致入味 更是惊叹金庸 对于唐诗运用的恰到好处 浑然天成 放佛这两句诗 就是为了这一场景而写的 一样 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场景 也好似隐隐告诉了 读者三人最后的结局 颇有点红楼梦草蛇挥蟹 伏迈千里的感觉 金庸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中 最为言皇子孙 引以为傲的唐诗 除了直接改编成武功招数的名称 渲染故事的氛围 这两种方式以外 还有第三种方式 那就是通过唐诗来表达书中的主人公 对于人情失态的看法 通过这种方式 来使得唐诗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如在金庸的中篇小说 白马笑西风中就有一例 一日 李文秀跟着华辉进了他的屋子 看到一幅对联白首相之游案件 出门早达笑诞观 李文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向华辉询问 华辉就给他解释说 这是王伟的两句诗 上连说的是 你如果有一个知己朋友 跟他相交一声 两个人头发都白了 但你还是别相信他 他暗地里仍会加害你的 他走到你面前 你还是按着剑柄的好 这两句诗的上 一句叫做人情翻覆四波澜 是与诸门早达笑谈惯这一句 那是说你的好朋友得意了 清云之上 要是你盼望他来提拔你 帮助你 只不过惹得他一番耻笑罢了 在这里 华辉借着王伟的两句诗 来表达了 他对于是太人心的一种看法 也极是他的人生观 我们说金庸伟大 就在于他能写出各种 拥有不同人生际遇的人 对于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 写出人性的深刻与真实来 而且是用唐诗这种 最为凝联的文体表达出来 金庸最为擅长的 就是在故事中传承中国古代文化 为中国古代文化插上故事的翅膀 使得中国古代文化的可读性 与易接受性都大大的提高 热物无声般的 让读者爱上中国的唐诗 愿意去学习 了解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化 这对于传承与弘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 可以说是无量功德 诵词 金庸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依依以天图拢记开篇旧 是一首诵词依依无俗念 春流浩荡 是年年寒时 梨花时节 白锦无闻香烂漫 玉树穷包堆雪 静夜沉沉 浮光矮矮 冷静荣荣月 人间天上 烂银侠照通彻 浑似孤涉真人 天资令秀 义气书高解 万瑞参思学信道 不与群方同列 浩气轻英 仙才卓昏 夏土南分别 摇台规矩 动天方看清诀 接着 使作者对这首词的简单介绍 作这一首无俗念词的 乃南宋末年一位武学名家 有道之事 此人姓修 明处姬 刀号长春子 名列全真妻子之一 是全真教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词品评论词词道 长春 是之所谓先人也 而词之轻拔如此 这首词诵的四十梨花 其实词中真意 却是在于一位身穿白衣的美貌少女 词中所诵这美女 乃古墓派传人小龙女 她一生爱穿白衣 当人如风符玉树 学过穷高 兼之生性清冷 诗当的起冷静荣荣跃的形容 已无俗念三字赠之 可说十分贴切 长春子秋处几和她在中南山上比邻而居 当年一见 赞叹人间 竟有如斯绝世美女 便写下这首词来 这段文字真真假假 金庸带领我们漫步在虚实之间 也正是金庸手中这只游走在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之间的生花妙笔 让我们领略了她的游博学史与无双才情 秋处几历史上却有其人 无俗念和词品中的评价也都是文学史上确确实实的存在 这些都是历史真实的一方面 而金庸讲这首词是秋处几写着古墓派掌门人小龙女的 且秋处几与小龙女在中南山上比邻而居 则明显是小说虚构了 因为小龙女本身就是一个金庸笔下虚构的人物 令人钦佩的是金庸把秋处几词中所描写的 梨花与小龙女一生爱穿白衣两者关联起来 显得浑然天成 和情和理 夏雀所写是小龙女性情 人撇的真实写照 真实中的全真教崇洋 公语小说中的活死人物都离中南山不远 所以金庸写修处几这首词是赞美小龙女的 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当然这种合理性 真实性所体现的 更多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 而不是科学上的真实 这样金庸通过一种巧妙的融合 关联就把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 宋词写进了武侠的世界 金庸对于故事中怎样利用 怎样表现中国的古代文化 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的 金庸一方面从先秦散文中汲取营养 一方面对两汉经学进行反思 既有对唐室诵词的直接引用 也有对元曲小龄的匠心夺运 不拒绝戏曲艺术中的巧妙技法 也像中国古典的四大名著 取经把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典籍 融于武侠一炉 用秦奇说话的中国文化元素 建构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诗意江湖 金庸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借鉴 学习不是生搬硬套的 也不局限于简单的一花揭末 更不是为了场 才 而是得其意 而忘其言 众其神而清其行 这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学习 在不知不觉中 实现了在自己的武侠小说复兴 光大中国古典文化的目的 所以 常常让读者产生自己 不是在读武侠 而是借武侠小说 来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感觉 金庸小说所写的是几千年来 中国人所形成的情感认同 金庸在这种情感认同的描写中 也融合了中国人对于文学中意境的推充 对于艺术上空灵的理解 这种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与武侠小说相结合 不仅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点 也是金庸小说 能够封密整个华人世界的秘密所在 金庸 确实无愧于武侠小说是绝代宗师的美誉 运营婷婷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运营婷会